咱们看看李连杰这动作 看起来就那么的儒雅大气 所以现在一看到须部亮掌 你就能想到黄飞红 而且还纷纷效仿 当然了黄飞红这个招式 也不是没有争议 你就比如说黄飞红独家的这个 佛山无影角 落地之前在空中十连踢 看着帅那肯定是挺帅 黄飞红你又骗我 我不会放过你 这个动作人类你要不借助点外力 你做不出来 所以说呢 它也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武术 当时那观测西雄仔片场上看 就看这个派这黄飞红 看李连杰吊着威呀 满天飞呀 呱呱呱的 给这关德星气的 吹胡子瞪眼哪 什么玩意儿 要说徐克 李连杰也挺大度 让关德星骂完了以后 人家是虚心接受 坚决不改 也没生气 也没什么呢 但是等到电影首映以后 特地邀请关德星去看 没想到这老爷子最终也没逃过真相定律 不得不承认 徐克拍的黄飞红还真是有点看懂 同样被征服的还有当时的观众 我认为是有点看懂 我认为是有点看懂 我认为是有点看懂